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贺锦丽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后表示 不会对加沙人民的苦难沉默 并敦促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释放所有人质 最后 针对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万斯批评贺锦丽无子女无法治国的言论 好莱坞女星珍妮华雅尼斯顿在社媒上反击 称万斯的言论令人难以置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新周网 华盛顿26日综合电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结束为期两天的印第安纳州 德州行程后 返回华府时表示 她已经准备好在原定的9月10日 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进行电视辩论 她批评特朗普试图变卦 背弃之前达成的协议 并强调选民应该在辩论舞台上看到竞选中的分割画面 原本计划在9月10日进行的辩论 是特朗普与拜登的第二次对决 但拜登宣布退选后 特朗普表示会与贺锦丽进行至少一次辩论 并提议由霍氏新闻主办 然而 贺锦丽未回应有关特朗普建议 由霍氏新闻主办辩论的问题 香港电台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与到访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贺锦丽形容会谈坦率 且有建设性 她承诺美国会一直确保 以色列拥有自卫的能力 同时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释放所有人质 贺锦丽在会后表示 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如何自卫很重要 她明确表达了对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的严重关切 并重申两国方案是确保 以色列安全和巴勒斯坦人自由 安全和繁荣的唯一途径 外电报道指出 贺锦丽在以色列问题上 一直与拜登保持一致 但语气更为强硬 新周网 华盛顿26日综合电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今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后表示 不会对加沙人民的苦难麻木 更不会保持沉默 她在白宫与内塔尼亚胡会谈后 单独对媒体发表约5分钟的谈话 呼吁尽快完成美国总统拜登推动的停火协议 贺锦丽强调 该是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人质的获释 她指出协议的谈判过程已有进展 现在是完成协议的时间 以色列统计 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时 杀害了来自41个国家的1200人 包括39名美国人 并带走255名人质 战争造成约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白宫国安顾问科比表示 停火协议接近达成 但仍需双方妥协 贺锦丽强调 加沙有250万人面临饥荒危机 过去9个月的事件是毁灭性的 不能对苦难麻木 华尔街电视指出 苹果公司在尝试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后 发现印度代工的质量和效率远不如中国 迫使其将手机订单重新交回中国的比亚迪 尽管苹果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但中国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完整性 使其难以完全脱离 此外 文章还提到 习近平政府错过了东升西降的战略窗口期 未能在国际局势有利时 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新周网报道 美国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万斯 曾在一次采访中批评贺锦丽和其他没有子女的民主党政治人物 称他们无法真正关心国家的未来 这段言论引起了好莱坞女星珍妮华雅尼斯顿的强烈反弹 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反驳万斯 指出这种言论不仅对女性不公平 还忽视了许多女性面临的生育挑战 雅尼斯顿还分享了自己曾尝试怀孕但未果的经历 强调女性的价值不应仅仅通过是否有子女来衡量 明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 与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会晤 讨论加沙地区的冲突问题 贺锦丽在会见内塔尼亚胡时明确表示战争事实后结束了 并强调不能对加沙的人道危机保持沉默 她呼吁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以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 拜登也在会晤中向内塔尼亚胡施压 要求尽快解决冲突 给人之家属带来了一丝希望 韩联社 韩国外交部长赵对列将于26日至27日 在老挝万象出席东盟外长会 并可能借此机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 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举行双边会晤 讨论朝鲜挑衅 及朝俄合作加剧 韩半岛紧张局势等问题 此外 韩国电商TMON开始为消费者现场办理退款 但由于大楼封锁引发消费者愤怒 而巴黎奥运韩国文化宣传场馆 韩国之家开馆 展示韩国文化魅力 韩国射箭选手林士健在巴黎奥运会射箭女子个人排名赛中 以694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 刷新多项记录 展示了韩国射箭的强大实力 美国新闻01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休斯顿向美国教师联盟发表演讲后 前往华盛顿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展示了他在竞选总统过程中的挑战 随着拜登总统退出竞选 哈里斯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候选人 民主党希望他能重新激发选民的热情 挽回第三方候选人的选票 哈里斯的副手人选问题也引发热议 许多人认为他需要选择一位白人男性搭档 以吸引更多选民 这反映了传统观念在多元化政治环境中的影响力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对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 马克思禁止中国在线赌博运营商的决定 表示罕见赞扬 马克思下令立即禁止所有中国人经营的在线赌博机构 指责其涉足金融诈骗 人口贩运 绑架 酷刑和谋杀等犯罪活动 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称 这一决定顺应民意 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并愿与菲律宾继续加强执法合作 菲律宾的打击行动导致多个综合设施关闭 数千名东南亚国民被迫在恶劣条件下工作 马克思强调必须停止对法律体系的滥用 并下令在年底前终止所有离岸博彩机构的运营 国事光息带来了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即将首次访问中国 自去年退出一带一路计划后 他将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旨在修复双边经贸关系裂痕 并出席众议商务论坛 显示意大利寻求经济增长的决心 接下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针对中俄军机 在阿拉斯加附近的联合飞行事件表示 美国有能力监测和应对任何来自敌对国家的挑战 强调美方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 最后 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推出 美印防务合作法 旨在加强美印战略 经济和军事合作 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法案包括多项措施 旨在促进双边防务合作和技术转让 《星岛日报》报道了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在加沙的战火持续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与到访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 表明不会对加沙人民的苦难麻木 也不会保持沉默 敦促尽速完成加沙停火协议 贺锦丽在白宫与内塔尼亚胡会谈后 单独对媒体发表讲话 指出加沙过去九个月发生的事是毁灭性的 包括孩童遇害 绝望而饥饿的人民逃难等 强调不能对这些悲剧视而不见 他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 敦促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同意停火 即释放人质协议 以结束战争 贺锦丽的立场较拜登更为强硬 内塔尼亚胡则在白宫会晤拜登时 感谢拜登对以色列的持续支持 但拜登因无法阻止以军伤害平民而引发批评 支持杜大跌 网友文章提到中共三中全会期间 传出习近平身体抱恙的消息 全会结束后 党媒大力报道习近平前往越南驻中共国使馆调宴 似乎在辟谣 然而 人民日报网站忽然转载了央视的报道总书记的一周 引发外界猜测党内对习谋求无限期连任的高级黑 7月24日 党媒刊发了习近平给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回信的新闻 但其内容和背景让人费解 分析认为这是党内斗争的表现 文章还提到中共当局加强对涉密人员出境旅行的审查 发布新条例要求涉密人员出境前必须获得许可 并经过保密教育培训 互联网公司也需建立检测和处理机密信息泄露的机制 这些措施显示了习近平加强防范间谍活动和其他国家安全威胁的举措 明报 巴黎奥运即将开幕 国家副主席韩正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 亲赴奥运村看望中国体育代表团 他与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亲切会谈 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备赛和生活情况 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韩正表示 看到大家精神饱满 士气高昂 他对代表团充满信心 期望运动员们扎实备赛 顽强拼搏 为国争光 同时 他希望选手们能加深与各国运动员的友谊 展示新时代中国的良好形象 成为文明交流的使者 网易 7月25日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白宫举行会谈 讨论加沙停火问题 哈里斯在会后强调 美国将确保以色列的自卫能力 同时呼吁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释放所有人质 并谴责一切形势的暴力和仇恨 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 重申以色列将继续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直到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力量 许多以色列人之家属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表示失望 认为他无意达成停火协议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拜登在会见内塔尼亚胡时将强调加沙需要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网易 美国牵头的加沙停火谈判再度遇到波折 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高官的话称 谈判会已进入最后阶段 但以色列宣布推迟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参加谈判的时间 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强硬演讲 哈马斯指责其言论是误导舆论 阻挠停火协议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对内塔尼亚胡的演讲表示失望 认为其为致力于达成被扣押人员获释协议 拜登在全国讲话中提到将继续致力于结束加沙战争 但法新社和华盛顿邮报军认为 加沙停火谈判极难达成协议 特别是在涉及未来加沙治理的核心问题上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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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